歡迎收看全國第一名的節目 第一名的節目要預告新的內容 請問我昨天預告什麼 今天不討論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跌34點 Who cares 大盤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預告什麼 你還記得嗎 昨天 6XXX 66XX 5XXXX 跟台積電 跟彩域有關 先體驗再說 請問你有沒有來 如果你有來那你不會理會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跌34點 不重要 不重要 那請問台北股市 今天好像還是跌一些之前 漲幅非常大的一些個股 那我也不去做任何的批評指教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我講過了你買在天花板 你有本事買天花板 但是你要 你要有那個本事停損 投資朋友 你不要犯一個毛病 你敢追 你敢踩油門 你敢踩油門闖紅燈 可是你卻不敢踩煞車 那後果一定非常嚴重 後果一定非常嚴重 所以我常跟你們講說 你們不要羨慕 不要羨慕別人的標股 那戰軍這邊是怎麼操作 你會講我們實際上操作 沒有錯 我們是實際上操作 那我怎麼實際上操作 我所挑的個股 請問我是求穩還是要求快 求穩還是求快 穩還是要快 投資朋友 當然你會講你要穩要快 對不對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一定要穩要快 我求穩 我先求穩我再求快 可以接受嗎 我們這邊的操作 我一定是先講求穩定 穩定嘛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各位投資朋友 你成家立業之前 不是先穩定嗎 穩定中才能夠求成長 不是嗎 那你喜歡賭一把的 賭一把的 賭一把的 你最近會不好受啊 投資朋友 你會不好受 那如果你來找正軍 我相信我剛剛講的這些 都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因為你是來找正軍實際上操作 那該讓你體驗 我一定讓你體驗 該讓你體驗 我就讓你體驗 體驗 同步操作 你才可以賺得到大錢 不是嗎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台北股市就不理他了 今天跌多少 我忘記了 跌34點 跌34點 請問我昨天預告的股票 66XX 我只讓你猜兩個號碼 我只讓你猜兩個號碼 其實66的 排列的投資組合 上市加上櫃 不多欸 因為很多在新櫃啊 那66開頭的股票 你大概 猜一下應該猜得到吧 來看一下是哪一檔股票 如果你有這一檔股票 投資朋友 我再問你一次 來 我再問你第二次 如果你有 我昨天給你預告的股票 那請問你會管 台北股市嗎 如果你還是會 那你就不要來找我了 代表你太 你太龜毛 你太吹毛求是 因為我還是會發現 我們現在手邊有一些客戶 就是 很擔心每天就是 就是在問大盤會怎樣 大盤會怎樣 大盤會怎樣 萬七會怎樣 萬七會怎樣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萬七會怎樣 我只知道我昨天預告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我只知道我昨天跟你預告的股票 他今天鎖了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七張 我只知道我昨天跟你預告 而且你還有時間可以買 開盤71塊 開盤71塊 你有機會賺8% 如果你猜得到嘛 你有沒有猜到 其實你們自己谷歌一下 你們不是有電腦嗎 手機滑一下 台積電跟彩域有關的 我問到 好 投資朋友 那預防 預防你又說我什麼 我我我我我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來來來來 昨天是不是預告這一檔股票 那摳出來喔 那這樣才才能夠 對不對 證明到底今天 真的假的啦 鎖了一萬多張 老師今天盤跌三十幾點 我的股票已經屁滾尿流了 老師我現在賣在滾你知道嗎 賣在滾 你們知道什麼叫賣在滾嗎 賣在滾 6667 姓洪科 好給我全圖 謝謝導播 非常漂亮 昨天的預告 昨天的預告 台積電 彩域 有關 先體驗再說 我昨天跟你講 我找的是沒有漲的股票給你 我找的股票是沒有漲的 那今天輕輕鬆鬆就過錢高 這是昨天的預告 昨天的預告 昨天的預告 今天鎖一萬多張 今天鎖一萬三千多張 今天鎖一萬三千多張 今天成交量也三千多張 成交量三千多張 鎖一萬三千張 兩個字 好爽 昨天的預告 再來看一下我最近的預告 來看一下 來來看一下 最近 我最近的預告 陽明對不對 陽明 差一點 差一點創新高 是不是差一點創新高 老師你不要再講陽明了 你只會講陽明是不是 你只會講陽明 你只會講長榮 長榮這邊講的 但是我沿路都跟你講 我沿路講 我沿路講 拉回我照講 投資朋友 我不是說沒有講 我是拉回都照講 照講 照講 我是哪一天叫你不要買的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叫你不要買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你講過 你不要再追了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過 我從來都沒有跟你講過 老師你只會講長榮跟陽明 那我請問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 華航 差點說要掌停板 你們當沖足的 謝謝 當沖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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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辦法 我也沒辦法 但是我有講 我也不是昨天才講的 我已經講一大段了 投資朋友 那我昨天有沒有講這個 南亞 南亞今天也創新高 但我昨天講 連城 你一定會酸我一下 什麼連城 連城 連城 投資朋友 你們都看得到財報 財報去年的什麼 第四季 第四季都已經將近1塊錢了 那今年的Q1又比去年的Q4來得更高 那請問他現在營收都不一樣 而且他去年賺1塊6已經非常好對不對 那今年的第一季都有機會賺到1塊錢 那我要問你 那今年他會賺多少錢 他今年會賺多少錢 那他今年會賺多少錢 你再去思考一下 他目前的股價才23塊 23塊目前的Q1都可以賺1塊錢 那你要好好把握啊 我每次叫你把握的時候 你怎麼都不把握咧 你怎麼都不把握咧 投資朋友 這邊有沒有跟你講 元月單月2塊 2塊到3塊 請你把握一下 那有沒有跟你講 存股要存什麼 存彩金 存股存彩金 存彩金 9塊錢19.95 好吧 那就到這邊吧 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先不要再追 先不要再追 聽得懂國語嗎 聽得懂國語嗎 聽不懂沒你辦法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叫你不要追 我只有今天跟你講 你先不要再追 你先不要再追 可以嗎 那當然啊 有時候就是當然撿到機會 那什麼那你要來啊 我剛剛講過了 連城連城拉回就是什麼 等嘛等機會嘛 等機會啊 就如同我上次叫你等機會 等機會等機會等機會 有沒有 揚華 揚華今天是漲停板的 他是跳空漲停板的 跳空漲停板的 但是你要你要搞清楚狀況 我是黑棒的時候跟你講的 我不是今天漲停板才叫你什麼 趕快明天去追 如果你在這種黑棒去買 那你今天漲停板 漲停板你會去追我不知道啊 你要不要去追 我怎麼知道 包括我有沒有跟你講過6151的 淨輪 漲停漲停 那我哪裡講的 我這邊講的 我有沒有講過淨輪 有啦 我有講過淨輪嗎 對不對 那你另外又來酸我了 老師你今天你的你今天那個 南地跌停板 哈哈 那你這樣真的會笑死我的老天鵝 投資朋友啊 投資朋友啊 我這邊送你連續跌5天 跌5天 那他從60塊錢 六字頭 六字頭漲到170 那投資朋友那你是 你是買170的是不是啊 你買170我也沒辦法 你買170我沒有辦法 你買170怎麼辦 怎麼辦 那你怎麼不去看看你自己的股票 投資朋友你怎麼都不看你自己股票 你怎麼不看你的股票 跌停跌停跌停 跌停跌停跌停 你說你是要賣給誰啊 你有沒有印象 我說你買4500塊錢的要的 你是要賣給誰啊 你有沒有印象 你買4500塊的 你要賣給誰 我不太懂耶 我真的不太懂耶 你們都沒想過 我說你們 你們沒有去思考過就是說 你們在買的當下 你要去想 你下次要賣給誰 如果你下單前的30秒你想清楚 你就很容易賺得到錢 那證據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最近所挑選的股票 第一個營收 要計計高 第二個獲利也要計計高 所以我昨天才跟你推薦南亞 跟連城 那南亞連城之前就是2108的南地 2603的長榮 2609的陽明 對不對 那還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子的股票 有 有 我今天給你推薦這一檔 你參考看看 來 明天 明天有法說 育龍 老師你要講這麼大隻喔 來 去年他一口氣就打消了嘛 他把他所有的呆帳都打消了 打消244億 然後同時他要減支 這個缺口他不是跳空 他是減支 他減支了36% 他減支了36% 那同時去年把最壞的情況都打消掉了 那接下來 你會陸陸續續聽到 跟電動 有關係的 也就是電動車 那他也同時有加入MIH的平台嘛 對不對 那也電動車之外 還有電動巴士 那我們都很清楚早期的育龍 我這邊稍微插花一下 你們有沒有買過育龍的車子啊 在2002年吧 那時候附近 那時候他們最夯的那台車是 Sephiro 來有沒有開過Sephiro的車子 他一開始一炮而紅是Sephiro的2000 2000他開始出到3000 3000出到3500CC 3500CC賣多少錢 賣130萬 130萬給你258匹的馬力 等於一匹馬力賣你不到5000塊 CP值高不高 高 所以賣得非常好 因為正常的車子啊 如果說以比較好一點的車子 一匹馬力 德系的車子 一匹馬力大概就是1萬塊 如果你是開這個Porsche Porsche也可以啦 寶石節 寶石節的休旅車 最新的嘛 Coupade 369萬 340匹 那為什麼要講這一些 我講一大堆 我不是要跟你講廢話 他明天下午要法說 那有沒有人知道法說的內容 那我再讓你看一下他的旗下的集團 我們會不會因為挑到旗下集團 母以子為貴 來看一下 你們知不知道這是他同集團的 中華汽車 中華汽車去年賺多少錢 6塊 然後6塊 6塊 再看一下2227 預日車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重點 預日車創新高 中華車創新高 好 他們都創新高 那裕榮不會創新高啊 裕榮這個不會創新高啊 那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 請問明天下午的法說 他要公告什麼 好 我們之間的差別差在哪裡 你一定要看到明天下午的法說 要等到後天 為什麼 因為下午 明天下午的法說 你後天 你媒體才看得到啊 那我跟你講我現在就看得到你信不信 不相信 不相信就算了 我們都事先講的啦 就如同南地啊 南地六字頭我這麼有把握跟你講 第一季 他去年的第一季 0.73 可是我是問你今年的1月 會賺多少錢 你當時你認同我 那當然你就有機會賺得到錢啊 就如同我昨天預告這一檔嘛 跟台積電跟財域有關係的 就是6667的信鴻科 來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我昨天預告什麼 我再預告6667的信鴻科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你們來體驗的是這一檔股票 上個禮拜 動力 動力 動力上個禮拜 我上禮拜跟你們分享的是這一檔股票 動力 上禮拜的喔 我是上禮拜跟你們分享的喔 那昨天有創新高 然後昨天創新高 那我要問你這個點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這個點會不會過 這個點會不會過 好 來來來 憑什麼 來憑什麼 來講道理 要講道理不是說憑感覺 如果問你憑什麼 那我的回答說 我憑感覺啊 我憑感覺會過 那你就不要看我節目了 如果說我是跟你講 我憑感覺 那太好笑了 那我先讓你看一檔股票 有關係 同質性有關係的 跟動力同質性有關係的 先看一下 6150的 漢訊 先插花一下 插花一下 我是在50塊錢 有空去看一下 我這邊送標股系列 有沒有送你漢訊 50塊錢 我有沒有送你漢訊 今天238 那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動力跟漢訊是有關係的 好 為什麼有關係 來先讓你看一個東西 先看這個 先讓你看一下動力在做什麼 動力在做這個 不是忠孝東路走九遍 動力火車唱的嘛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挖礦 挖礦 挖礦的什麼 散熱 挖礦 剛剛看到的漢訊是幹什麼的 漢訊是幹什麼的 挖礦 你們知不知道比特幣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比特幣 老師我有黃金 那你是真黃金還是軟軟的黃金 那不一樣 那當然你有比特幣 六萬一千塊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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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顆 六萬美金 讓你看一下比特幣 目前的股價 看到了沒 所以我才要選動力 好來講一下動力 來我們來看看動力 動力做什麼 電競顯卡 電競顯卡的散熱風扇 看清楚 全球第一名 華碩 他的客戶 技嘉 他的客戶 微星 他的客戶 這都是一線的大廠 可以接受吧 那你剛才看到比特幣 比特幣狂飆 狂飆 狂飆 NVIDIA 最新的電競顯卡的散熱風扇 誰做的 他 就是他 他 好 再來看一下5G 你們知道5G的伺服器 5G的伺服器 他的散熱 誰做的 他 再來看一下 電動車 中國電動車 充電樁 你不要以為充電樁不會發熱 那個充電樁他是會 他 他的熱能很高 很高 非常高 他是需要 你們只知道那個充電 充電樁 台達電對不對 或者是其他有的沒有的 那我要先特別提醒你 充電樁 他是會非常的熱 跟燙 他需要散熱 誰 動力 那動力去年賺多少錢 去年就賺5.66了 不是沒有 去年就5.66了 那今年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看一下 3月的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3月的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先跟你做個報告 你剛剛看到的 比特幣已經超過6萬美金 6萬美金 那接下來他們有最新出的 NVIDIA NVIDIA 最新的顯卡 搭配的風扇 跟包括AMD 風扇 誰做的動力 大視界沒漲 沒漲 沒漲 昨天創新高 那你上個禮拜有來體驗 上個禮拜有沒有來體驗 有沒有來體驗 有吧 有來體驗吧 那我上禮拜講的這個是哪一檔 先體驗再說 這一檔 這一檔來看一下上禮拜 上禮拜就這一張 不然是哪一張 這不是動力沒漲 這是什麼 我都是有預告的 這不是動力 動力 能講的 將軍都會跟你講 能講的將軍都會跟你講 那當然 你現在煩惱 老師老師我會 我會細智材 要怎樣 我會細智材 我也不知道 什麼西蘭骨頭的細智材 但是我知道 因為你們 你們還是喜歡細智材 對不對 你們出難題給我 老師有沒有那個低價的 成長性有爆發性強 可是我不要四五百塊的 我也不要一千塊的 我也不要九百八百七百六百 老師你以為一百塊以來 一百塊以來 老牌細智材 哪一檔 來 看一下 換我前奏 老牌細智材 XXXX5 先體驗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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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你要來體驗 你不要每次像我 昨天跟你預告的 姓洪柯66XX 你猜到又不買 猜到不買 那你猜幹嘛 那你這猜得到嗎 好像還蠻好猜的 老牌的IPC制裁 這支 讚 怎麼樣可以擁有它 一樣看完電視節目 按個讚 LINE TG登記 分享 就是這麼簡單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再來 我們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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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来帮投资者追踪一下股票 看下电脑 逊得不错 逊得不错 对不对 1785光阳科 对不对 但光阳科我今天有出 我今天有出 我今天有转 转到这一档 动力加码动力 我们上礼拜有推荐动力 对不对 那因为我 我昨天有跟你推荐这个 连城还不错 小拉回还不错 那1303的南亚 还是持续看好 能讲的 我都会尽量跟你讲 那当然投资朋友 你要速度快 就是我昨天跟你预告 你要快 要快你要来找我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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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6XXX 这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阿摩尼亚水 你知道吗 阿摩尼亚加双氧水 这最新的 跟五奈米的制程 跟谁有关系 66XX 跟谁有关系 跟什么 跟台积电有关系 跟彩域有关系 今天二话不啰嗦 暂停板锁 一万三千张 昨天没有来体验 没有关系 今天麻烦你 麻烦你 麻烦你 不到一百块 不到一百块 老牌的IP的四字财 同志朋友 这一档股票 它很不得了 今年绝对不一样 这一档股票 先让你体验再说 先让你体验再说 怎么样拿到这一档股票 很简单 仍然是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